他的这个项目我们其实称之为高概念电影 因为你这个概念在生活当中 我们正常人生活当中是不可发生的 那么难题也就来了 我们如何将这个假定性能够让观众相信 我们构建的这个世界观 能够让观众一下就被你带入和沉浸在这个里面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要去解决的难题 我觉得你是一个情商非常高的人 非常会沟通 而且你非常认真地做了一个PPT 能够在最简短的时间让你的演员了解 你想去拍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但是我必须得说 当我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 低于我的预期 是因为你现在构建的这个假定性 我没有完全相信 其实总体来说就是你的题材已经是非现实的了 那你的手法为什么不也是非现实呢 你用一个平常的手法 就处理个非现实的题材 这样是肯定是配合不到的嘛 我们也是感受不到的 回应一下老师的疑问 我有尝试去设计一些跟声音的 还有这个拍摄镜头的一些手法 不过我觉得也许是 我之前规划时间呢 我是希望能够把片子保守地拍完 因为在我看来导演也有个功能 就是要应急嘛 那你知道你就这么点时间 王阳导演 不好意思 我想跟你说两句啊 这个节目 对所有导演提出的条件是一致的 包括演员没有时间 包括你的设想没有完成 包括只能拍两到三天 但是呢 它是一个竞技类的节目 我希望看见你以及所有人 才华中的亮点 所以希望在你之后的比赛中 你能知道怎样去取捨 取捨我认为是导演工作 重要的一部分 谢谢 谢谢 借好雷老师 那就请你们都支持我 让我多展示一下 《独心》是来自于一个IP 《我知女人心》 这部电影呢 其实我们在场有一位演员 是曾经参演过的 李承如老师 确实我参演了 演了一个广告公司的董事长 我的手下 一个是刘德华设计师 一个是龚立设计师 我在他们二者之间权衡 最后选择谁把谁留下 其实他现在 《我知男人心》这样的题材 我是没有发言权的 因为我情商特别低 虚度了六十多春 到现在没读懂女人 不用您懂女人了 懂作品就好了 作品呢 我感觉就是现在导演的文化认知 以及你的格局高低 驾驭这么大的载体 尚有难处 就这个作品 浮浅 也就是你刚才解释了 你能不能利用这十分钟 选择更能够展示 我读懂男人心的那一部分 王阳导演 他在舞台上的表达清晰 比你影片要强得很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杨千焊这个人物 既没有前史 也没有过程 那么你看过原作的话 都能知道 作为一个男性 突然发现自己有这个特异功能 第一感觉是很兴奋 第二个的转变 才是他对我的生活的打扰 第三个是我要摆脱 他有一个变化 在你这影片里头 整个没有变化 而且他对别人的干预性 有点莫名其妙 这个并不是说 你作为导演 现场所出现的问题 是你的文本里头 就出现了问题 尤其是最后 你的角色的身份的变化 一开始是杨千画是主人公 到最后又突然出来了个男性 这个男性又能听到女性的心里 就开始叙事出现混乱 来回跳跃了 我们学电影的都知道 一人一世一线到底 讲的一半突然出现了两个人物 他是怎么完成的 我可以先回应再听下一位老师还是 当然可以 是这样的 我们的故事的主角就是杨千花老师 他是刚刚发现他有这个特异功能 所以他很慌张 他还没有准备好 他当下到了咖啡店也说了 昨天晚上我喝完 我就变成这样了 所以我赶快来找你们 所以这个人物是这样出来的 你还在解释剧情 剧情所有人都看得见 所以你认为爱情电影 不要出现男生对吗 就是只要女生进来 一个故事一条线 不不不 不是这个议题 你这个男生 哪怕是这个咖啡馆的老板 他都在故事和逻辑之中 他说的那个三层的逻辑 就像我刚才讲说 你没有让我相信这个假定性 我从什么时候开始能听见男人的声音呢 第一次听见这个男性的声音 你害不害怕 你恐惧吗 你的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 这是我们观众需要看到的 孟中老师所讲的是 你没有解决这些逻辑问题 跟我刚才说的就是 你并没有把这个假定性和世界观 完全有逻辑的呈现给我们 具体人物怎么设定 和人物关系怎么交织 叙事应该怎么发展 这个其实现在从这个片子上都谈不到 我们先要谈到怎么让我们相信它 我觉得是解决第一步的问题 王导 这个片子诗珍大家已经说过了 你刚才导读的时候说是一个喜剧 轻喜剧 轻喜剧也是喜剧 轻是个形容词 我们笑的举手 我们作为一个类型片的观众 你说海报上印喜剧 我就抱着喜剧的观影期待 走进了电影院 其结果有三种 一 没笑 彻底失败 第二种笑了 觉得很廉价 也很失败 第三一个 笑了 回味 哎呀 还有点意思 华语片很难见到 所以你作为一个普通的商业类型片 没有完成 没有完成的原因 各位老师都说得很清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更为糟糕的是 这是我在这个会场里看到的 唯一一个不需要用画面 讲故事的影片 你是一个广播剧 就你这个短片 只需要用文字和声音 就可以把这个故事讲得很清楚 异常之失败 电影是画面和声音 组成的这么一个作品 既然没有画面 那么你导演就丧失了 三大功能中最重要的功能 那何必要做电影导演呢 那吴迪艾伦也是电影导演 他也是画老师导演 而且他的画面的动态更少 好的 我们复原 我们复原任何一部 吴迪艾伦的片子 他的画面是有他画面中的内容的 刚才说画面之所以没建立 甚至是失真 不能再重复了 大家已经聊过了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失恋33天》 也是一个不需要画面的电影 只是他讲的有趣 没有失真 所以这是一部非常糟糕的电影 你越回呢 你越来劲儿 对啊 你越回他们越逗 你在课堂上跟老师顶嘴 曾经有过好下场吗 老师认为他们是在掏心掏肺地教你 可是你却顶嘴说不是这样子的 那老师当然只好拿更多的内容 来跟你沟通啊 虽然我们知道60%到70%都是女性观众在引领去看一部什么样的电影 但是我希望这个电影是不媚俗的 不是说我为了女性来看电影 我就要去博夺女性的欢心 而是我们要在一个正确的价值观爱情观下面去讲真实的人 真实的事 王阳我不是针对你这个电影说的啊 我是针对说这样的一个市场类型和我们是如何去研发文本 就如果比如这个片子我来陪伴你做的时候 我可能就会去摘掉你所有的不舒适 至少是让今天在场所有男性当下的不舒适 但是我也要力求让所有的女性舒适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作为导演和制片人在做商业电影的时候 需要平衡的点 所以我一直在讲我们在平衡 其实我是在为渣男证明 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没有成功 其实大家细数一下里面渣男并不多 子逸 你能告诉我们 你参演了王阳导演的这个作品 你有什么想说 我觉得导演就是 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我感觉的是 我不会很懂电影 所以我可能没有在场的老师 那么专业的角度去分析镜头啊 或者电影 我只是觉得我的感觉 我觉得和导演合作蛮舒服的 我最后补充几句 我觉得其实这个电影啊 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选题 包括杨谦华的主角 观众可能会很喜欢 所以这也是我对这个影片的一部分肯定的原因 是在于说 这一定是一个当下作为商业电影非常吃的题材 你很会选题 但是我的猜测不知道准不准确啊 可能在我们的专业评审的评分 会很低 我们现在说的这些是希望你更好 不是打击你 也不是说 哦这个作品就一无是处了 或者是怎样 我们只是需要去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 一方面告诉导演 我们应该怎么去拍一部真正好的电影 又有艺术性 又有商业性 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要告诉观众 我们无论是商业制片人 还是专业评审 我们是怎么评判电影的 我相信好电影 大家都是一致性的 大家不一致的 其实是在商业和学术性的 这个层面上 其实是有分水岭的 我确实觉得 从电影本体的拍摄上 我们要听听老师们在讲什么 我们需要精进 谢谢老师 现在要揭晓票数的时候了 王安导演的影片 《独星大众上座律师》 我享受表演 享受不断重塑自己的过程 不同的角色 有不同的表演方式 连一个笑容 都有用不同的方式 去展现的可能 一场一进一寸 当灵感断电 试着用微笑发电 看 这个特别好 微笑去炮 微笑去生活 小雨 Ein世界 秒 ign 方的无数 当灵感断电 和波浪上座律师 84% 不猜到了 不提 oike 专业上座律师 22% 总票数为 179分 谢谢王安导演 谢谢孟子逸